第一张图 我们把大中小市值的公司放一起看 他们的前瞻市盈率呢 都是从过去两年的泡沫高点下来了很多 然后分开看呢 不管大中小市值的公司 历史上前瞻的PE大于18呢 就算贵 小于15呢 就算相对便宜 那现在的大市值公司红线 它的PE是17.3 这么看大市值公司呢 还是有点偏贵的 中市值的公司是南线PE是12.7 小市值的公司是绿线 这个PE是12.3 现在看起来就是相对比较便宜 尤其是小市值的公司 历史上大部分时间 这个绿线小市值公司的PE都是高于 大和中市值公司的 但是目前的情况呢 是小市值的前瞻 PE呢 是最低的啊 似乎历史上告诉我们呢 目前的投小市值的会性价比比较高一点 第二张图啊 同样是这个前瞻市益率 我们用标普500的成长股 这个蓝线和价值股红线做比较 成长股目前的PE是21.3 和历史比呢还是相对比较贵的啊 价值股呢 14.4 是相对好一点 而且我们看啊 如果不算2000年的这个疫情的情况呢 上一次经济危机就08年的这一次经济危机啊 其实成长和价值的PE呢 基本上呢是重立起来的 所以说如果这次经济危机像08年的话 可能买价值股啊 比买成长股要好啊 第三张图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PEG 这个蓝线呢 是成长股的PEG 红线呢 是价值股的PEG 通常认为呢 这个PEG小于等于1就算是低股了啊 大家看 其实我们前一阵子呢 有过一阵子啊 价值股 以及2000年左右 这个成长股啊 是PEG小于1的机会 目前这个PEG是1.4和1.28 看起来也还可以 但是呢 并不算很有吸引力 最后啊 我们看这些估值PE或者PEG因子啊 其实也只是历史数据看来而已啊 但是历史呢 并不一定代表未来 比方说那个阿克基金的Cathie Wood 就觉得美国未来呢 肯定是小市值 创新颠覆性科技股的天下 所以说大家看看 心里有个数就好啊 头大中小市值成长股还是价值这些呢 还是得看个人的能力圈以及眼光 麽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